等了五年的时间 轮山苦茶油加工厂终于要兴建了 苦茶油产销班第一班的班长仅有会说 轮山部落种苦茶的面积将近有50公顷 是部落非常重要的产业 但是过去农民收成的苦茶籽都要送到长滨去加工 来回路程有100公里 运费就是很大的负担了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加工厂的设置 桌上琳琅满目的苦茶油加工品 从手工皂到护手霜都有 这是轴西乡轮山丽山村的苦茶油加工品 也非常感谢对我们这个加工厂的设置 我们也是一直在期待 今天也真的是已经动工了 对我们也是最大的期盼就是说 能够把我们的产品 能够在最低的时间最短的时间内 只能给消费者使用最安全的苦茶油 等了五年的时间 轮山苦茶油加工厂终于要新建了 苦茶油产销班第一班长仅有会说 轮山部落种植苦茶的面积将近有50公顷 是部落非常重要的产业 但是过去农民收成的苦茶籽都要送到长冰来加工 来回路程就要100公里 运费就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加工厂的设置 我们都必须出去封冰还是别的地方去炸饮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还有金钱也甚至都消耗掉 所以我们的有研究一直都是在高单位 如果在自己的村庄我相信油价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花更多的时间精力跟钱出去 公所表示未来工厂预计委外经营 也会收各乡镇苦茶油来加工 第二期也会针对亮点农产品辅导产品研发以及加工 预计明年三月完工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